5年前憑内地剧《燃气攻略》爆红的吴锦然 因为耍大牌和放飞机事件引起牵然大波 被官媒公开点名批评 虽然他事后两道发文道歉 但已经腹水难收 他的人气和风评开始下滑 吴锦然惨租一沉百彩 有27个月都没得入剧组 有全美公司抛弃 就算去年曾经参加众艺真人秀成风破浪 最后都是被人踢出局 坐了境内冷板的他 今年终于等到开剧的机会了 拍着同门师弟黄星月 拍古装剧脈宇魂间 但因为两个年纪相差12岁毫无CP感 所以剧集未播出已经被看死 新剧吸引不到网民 吴锦然是公司的一遮地位亦都不保 早已被师妹白鹿取代 白鹿今年联播三剧 现正热播的两套 占据内地影视平台热度榜头两位 其中一场嘴气预告片 短短一日流量已经破千万 此外一众后起之秀 赵老师和余舒欣急速冒起 他面对内忧外患要翻身真是不易